譬如說在駐紮我也有從事農業有關注在那個自然農法 或者是就是你去支持那個農民市集 就是就是那個有機農戶市集 或是一般的農夫市集 但他是種種比較友善環境的農法 那這些其實你都可以是 裡面的一個農戶他在種什麼菜 他是怎麼種的 其實都是可以作為一個關心的題材這樣子 大家有問題隨時發問這樣子 那有一些農業的研究其實也蠻有趣的 像那個譬如說那個玉香米 藝泉香 大家可能聽到那個玉香米 就是說煮飯的時候會散發的芋頭香味 那大家可能印象中都會覺得 那個有一個叫藝泉香米 這個非常有名 那事實上現在那個玉香米的種類 其實也不只藝泉香米這一種 也越來越多了 那那個譬如說有所謂的什麼桃園三號 那台農七十一號 或者是台梗四號 這些都是都是那種會散發芋頭香味的 那其實你去深入 去分去追那個玉種的故事的時候 你就發現有許多蠻多人情趣味的故事 就是把它擬人化 像那個所謂剛剛講 一泉香米跟桃園三號 其實他們是同一個時間 被獄種出來的 可是因為那個一泉香米就是說 應該說他本營料台農七十一號吧 那可是他在獄種的過程的時候 剛好他就是那個紐約過藝泉博士 星星星根色過世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他因為這個藝泉相比日本的品種 就是好像他也是其中某一種月光明的品種 當他的起因 所以他就是說 然後他育種速度稍微快一點 就雖然同一個時間獄種出來的 但他穩定的速度會比較快 他比較早退出來 所以在市場上他就比較 算先生多人 就比較有名 那可是像那個桃園三號 他他的基因就是說 除了有玉香的基因之外 那他還有另外一種品種 那他真的是台灣本土的品種 然後他因為桃園三號是選在 比較台灣北部的地方的種子 所以他被挑出來就是說 他要比較能適應那個 東北季風很強的那個季節 那所以他漲的那個速度不會那麼快 那所以他會比較晚 就是被賭市場推出 就是推入到市場 那結果可能桃園三號就不像那個 太陽七十一號一直像你這麼有名 可是後來慢慢這幾年 這個所謂十大經典號明的比賽 那個所謂桃園三號的表現 比如說十大經典號明裡面 可能有假設比如說五個 都是跟桃園三號有關 然後只有兩個是跟太陽七十一號有關 然後這個就是說 比如說你把它當一個女人的故事 來觀察這個整個過程 就會發現你就可以用一些 怎麼講大器完成 來形容這個稻米的品種 然後就來講說 他們這兩個品種之間 有什麼樣的餘量情節 因為有一個它是有日本的血統 然後一個是架槓台灣血統 在測平 剛開始這個台灣的血統的稻米 可能表現不是那麼的 那個亮眼 可是慢慢的日久 路遙之馬力 它的那個特性慢慢表現出來 然後在後來的這種稻米競賽場 它就是長勝群 就是就是入圍這個十大紀念毫米的這個 像品像品 台東其實比較多 那其實你去觀察這個農業育種的故事 其實就是你會發現 就有很多佩里哈希的話題 那或者是說像那個 比如說像各位住台北那裡 我不知道會不會大家有沒有好奇說 其實台大裡面有一個叫雞小屋 那個雞是一個 就是一個石 那個雞岩 就是那個海 礁石那個雞啊 然後小屋 就是反正這個是 紀念一個日本人叫雞永吉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吃的紅藍米 也不是最早就是種這個品種 也是日本人 我們吃台灣之後 然後他把原來台灣人種的 在萊米的品氣 就是 就是 算把他摧毀掉吧 然後引進日本的這種紅藍米來種 那可是日本的紅藍米 剛引入到台灣的時候 都會出現那個水土不服的狀況 那他要訓話日本的品種到台灣的環境 那他可能就會先把日本品種引進來 在那個 我們現在陽明山竹子湖那個地方示種 因為柱子溫暖氣候比較稍微涼一點 那 那個 在那個環境他跳出來可以 適應那邊環境的品種之後 稻米之後 他再把它移到我們就是 我們那個 基隆路 周山路那一帶的那個 其實日居是在那個叫台北農改廠 就在那邊很重 然後再從 因為那個溫度就當然 遍地嘛 比較稍微熱一點 然後就在那邊 再選 選出來 然後經過好幾代的實驗 終於選出來適應這種台灣明年氣候的紅藍米 那其實這個背後就是 米的故事 那其實是有這樣一個歷史的影響 那其實 都是可以去發展的一個 那個 怎麼講 就是 就是 報導的體制 這樣子 然後 那像商業經營其實也蠻有趣的 像 大家對於那個池上米跟池上便當 這兩個概念 就是知道它那個差別 就是說 其實 現在規定就是 商標法規定那個地理標示 就是有一條 就是說你一定要是這個地方生產的 你才能叫這個農產品 比如說 池上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大家以前如果有印象的時候 那個池上米非常混 市場的池上米非常混亂 有些那個西部的那個糧商 他拿西部的米 然後也說他 在市場上賣 他也說他叫池上米 因為池上米很有名 然後他賣的價格可以比較好 然後 所以很多那時候西部的糧商都 就是會賣 也叫他叫什麼池上米 然後就這個結果讓 真正那個 池上的農民 或是農會 或是在地的糧商非常的不滿 所以他們就去推 去退這個 商標法的修法 就表示 就是強制規定說 要把地理標示拉進去 你不能 你不是池上所生產的稻米 就不能叫池上米 然後那他們在地還推一個什麼 池上米的產地標章 還有統一的那個包裝標示 就是說 就是池上米三 包裝袋上面有 池上米三個大字那個表 保證是我池上生產的 那好 那池上便當跟池上米有什麼不一樣 池上便當就沒有這麼嚴格的要求 說一定非得 池上米的 所以說池上便當裡面的飯 絕對沒有一個要求 一定非得用池上米 那其實它是一種 叫做 一種形式啦 就像那個北京烤鴨 那你不會叫那個 一定要在北京生產的鴨子 才能叫北京烤鴨 其實它只是一種 公認的方式 那池上便當其實也是 可能也是一種菜養的方式 那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大家很多人都在講說 你看那個 講說那個 市面上這麼多賣池上便當的 可是有多少都是用池上米 一定不夠嘛 那這個是沒有錯 因為在法律的規定上面 沒有規定說 訂那個池上便當米 用的米就要用池上米 這個是有一個這樣子 一個落差 那所以就是說 那但是你去問 那這個現象 你去問池上的人 會不會很神奇 就是說 市面上這麼多那個 池上便當 都不是用池上米 會不會覺得 那一個人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反而他們 就不會這樣子覺得 就是說你如果 我冒稱我池上米我很生氣 可是你叫池上便當 其實我不會覺得那麼生氣 因為其實你是反而某種程度 把我池上 在打知名度 就是去宣誓 就是把我這個 池上米的名聲打出去 所以 有時候我們也許會 以為說那個 池上便當 不是用池上米 池上米會很生氣 但是其實 這樣有時候採訪下去才知道 其實他們未必是這樣想的 農民黨一號 農民黨一號呢 就是有一種芒果品種 叫農民黨一號 那其實很有趣 就是台灣有一個黨 叫農民黨 你看 其實你看這個登記 有台灣農民黨 還有農民黨 那農民黨一號 農民黨是真的有一個人 他就是很會 很會發明一些 那個什麼 他這育種技術上面 非常的純熟 他常會發明一些 有文明的品種 那所以他自己 因為台灣的芒果 其實很多 不見得 很多都是農民自己 那個無意間發現出來 比如說像金黃芒果 為什麼叫金黃 那個 因為要紀念那個人 叫黃金黃 就是他有一天 在他的那個火源 就無意 因為可能不同的芒果 花粉的雜礁出來 一個新的芒果 那他看到了以後 他把它就是 選下來 然後去蚊子 然後變成一個 那農民黨一號 這個農民黨的 黨主席叫張 他張明顯吧 他是在那個嘉義大土 那邊種芒果 那因為他 他對他那個 農產品蠻驕傲 新品種的芒果 他就很驕傲 所以他就把他取 叫農民黨一號 那農民黨一號 是比較稍微大一點的 然後他的皮 好像也是帶一點 紅色跟黃色這樣子 然後 那 那也有那種稍微 其實是同一個品種 但是他好像比較小顆 那他就把他取 比較福爾摩薩一號 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農民 這個農民的故事 我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他很喜歡 做那個發明 農業的發明 然後他常會很受益秀他 去國外參加發明展 然後多獎 然後甚至有一年 他也蠻熱衷政治的 然後 有一年那個 就是任務型國大代表選舉 那其實這個農民黨是什麼 大家沒有聽過啊 可是他竟然可以選上 那為什麼會選上 那個任務型國大 因為在那個選票上面 他那農民黨 剛好在國民黨 三個字 然後很多人沒有 那很多黨 很多人沒有看 沒有注意看到 就把他蓋下去了 所以那一年他就 就是少數 就是好像幾個政黨之外 有參加任務型國大代表 開會的那個 那其實像 那像高階里 也是一個那個 很有趣的故事 那也就是說 那個 就是等於是 應該是 不知道是苗栗還是 就是 應該是苗栗那邊有一個農民 就是他 以前他從那個 日本引進那個 那個 梨穗進來 然後想說就嫁接在 因為 日本的梨穗 日本的梨子 都是溫帶 那可是台灣的 梨子大部分就是 比較 低海拔 大概已經 氣溫 壓熱帶 那可能 你要把日本的那個 溫帶水林 引進來種就不可能 但是他們就想出來 用嫁接的方式 從日本 淨淋睡進來 然後嫁接再 低海拔 也就沒有想到 那個 竟然可以克服氣候的限制 而且種出來 那個水梨的 甜度啊 品質是非常好的 所以後來 我們每一年都常常 在那個 福島 就是 那個 輻射之前 其實我們 國內吃的這種 水梨 高階梨 很多都是從日本 淨淋睡進來 然後 嫁接的 然後日本還有 要求規定說 如果我們這些 生產的 種出來的 離子不能回銷到日本 因為會 會衝擊到日本 本地的那個 那個 產業這樣子 對 那後來 那個福島 之後呢 就 日本可能 就會擔心說 那一個鼻碎 有一些受到 輻射的污染 然後所以才 有人是從韓國進口 那有人是從中國大陸進口 那 其實從中國 在福島福射之前 就 大家還想想 按那個開始 有些貿易走私的時候 其實有人就 從大陸進 那個禮稅進來 嫁接 結果無意間 就把那個大陸的一種 離子的病蟲害 叫 李牧師 就是那個 投師的師 離子裡 木頭的 李牧師就帶進來 然後結果 結果 結果 就 就變成一個 那個 大概短短幾年之內 台灣所有產區 就 陷入到那個 那個 好像叫中華 李牧師吧 我沒有記錯 就是 這個病蟲害 肆虐這樣子 然後農民就很困擾 就 一直要找那個 適當的農料去處理 因為 李牧師好像會 把那個 捲在葉子裡面 所以你平常就是噴藥 你可能也 沒有辦法把它清除乾淨 那其實這個就是 怎麼講 就是一個很典型 外來種 外來種 外來物清種 因為管制不當的一個 你要做這方面議題的時候 要找案例 那其實這個 李牧師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貼近我們日常生活的 一個容易的議題 就是沒有做好這種情意的管理 然後導致這個 這個病蟲害 然後那 病蟲害 就是變成 造成說農民就要花很多錢去